提供了ASUS X450筆記型電腦 这一台电脑搭载了Intel Core i 处理器 以及内建的NVIDIA GeForce GT700系列独立显卡 当中还有华硕独家的Sony Factor技术 另外也支援了iS Pro的散热技术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长时间使用这台筆记型电脑的话 很多筆记型电脑可能在你放手腕的地方都会发烫或发热 但是这一台可以保持绝佳的洋爽舒适感 就可以在夏天让大家不会觉得这么这么的热 这一台就是华硕公司要提供给大家的ASUS X450筆记型电脑 继续要提供给大家的同样是由华硕公司提供的ASUS MAMO PAN HT7 M1173X 那这一台当中有170度的广视角 拥有超高解释度的iPS面板 同时内建了120万画素的前置镜头 以及500万画素的后置镜头 那当中呢它其实最厉害的就是 它的电池续航力高达了10小时 所以如果我们外出在外的话呢 在这一台面会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这是华硕公司呢 今年推出的新上市产品 继续呢介绍你各位的是 尼克公司提供的D5200最新单眼相机 当中是搭配了2410万有像画素的影像感应器 同时呢它有同级最多39点的自动对焦系统 另外呢它在内建了高达7种的特效模式 还有一个就是它拥有多角度的翻转萤幕 现在有很多的女生啊都喜欢自拍 所以呢有这个多角度的翻转萤幕就方便你调整萤幕 不管是你要观看或是取景都可以 从下方还有那一件WiFi的无线传输器 所以你可以透过你的平板电脑或是智慧型手机 就可以来遥控相机的拍摄 继续呢要看到的是全新Nicone J3微型单眼 那J3呢这一台最厉害的就是它的创新时间冻结模式 具有特别快速移动主体或场景的能力 也就是说只要你按下这一台J3相机的快门呢 它就会开始连续的拍摄 在几秒当中它就可以拍摄高达了20个画面的影像 那另外呢它也有一系列的创业模式 然后还有8种的创业模式特效 你就可以在剖照的时候呢 也创造出你无一无二的色人效果 谢谢我们美丽的FASHION ZERO 接下来来介绍给大家的是NICONE 大光圈内单眼P330 这一台P330呢配备了明亮的快速大光圈 然后最独特的是它拥有镜片移动简镇 也就是说即便你是在移动中的车辆 它也都会让你随心所欲的开摄 告别晃动的影像 那另外P330呢 有替美数位单眼相机的灵活操控 内建GPS的系统 有这样的功能可以帮助你记录拍摄的地点 同时它呢内建了多达全球186万个名胜热点的名称 现在都很流行打卡哦 所以大家呢一猜照你就可以用你的相片来打卡了 接下来呢继续看到的是由雅捷科技股提供的牛仔包系列 这个牛仔包系列呢大家可以看比较大的那一个呢就是装iPad 2 比较小的是装iPad mini 这是针对Apple系列的平板电脑来设计的一个简约时尚牛仔包 那它相当的贴心 因为它有两段式的角度调节还有口袋 使用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同时它使用了耐活耐刮的高磅数牛仔布重量非常的轻 最重要的是相当相当的时尚 不管是男生又女生又 都非常的可以适合搭配各式各样的造型 好的接下来呢继续介绍给大家的 这一个呢也是一个雅捷科技股公司提供的新产品 是VR101无线蓝牙音乐接收器 那这个音乐接收器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Fansion Road的手上 非常非常的小吵 因为它很迷你简薄轻薄简约的外形呢 一共有五种颜色可以让大家挑选 在我们电脑展当中呢 你看你喜欢你的颜色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那它可以有内建的麦克风可以当免持听筒使用 那同时呢如果说有车用喇叭的话 你想要连接车用喇叭 它也可以变成免持听筒喔 充电一个小时就可以使用四到五个钟头 继续呢要介绍给各位的是由intel公司 在我们今年高雄首播的新活动 从7月10号就正式开始了 这个是旧换星重变轻电脑换星加马送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上面呢有这个 也就是说只要你带着家里面的旧的桌机啊 或是旧的品店到我们intel指定的回收通路 或者是呢你可以直接进到我们高雄市电脑展的intel的摊位 你就可以兑换到一张活动的兑换卡 那搭配它的笔记型电脑呢 你就可以凭着兑换卡还有相关的资料 到活动的官网登录成功 最高可以获得价值3800元的购物礼券 数量是有限的送完为止